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阿姨 我們現在打一下 深海少女LV4 有觀眾朋友問到這一關能不能出攻略 這邊就來幫大家用咒術師再示範一次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就是畫面上這樣子 如果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轉一個基礎的5C 讓五條老師先觸發一個-CD 好 來 接著第二回合版面上咒力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大力轉喔 好 那所謂的大力轉 要嘛就是轉直行 稍微吃個昇華 要嘛就是轉全體 兩隻 總之要一起帶走就對了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的話 我們一樣可以轉5C 稍微再偷一個回合數喔 那這邊是可以消到水 沒關係喔 啊 但是最多就是消兩組 你不要消更多上去 消更多上去會被連擊打死 這個要注意喔 好 兩組 我就真的消兩組 我讓他打三下過來 讓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是扛得住的 好 來 接著這邊我們開5條老師 然後我們去把水珠閣開來 並且符合紅綠燈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樣 OK 好 好 來 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開東堂加虎杖的組合技 這邊有碎裂珠子喔 好 這邊開下去就直接送給他就可以了 好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的話就開5條老師 然後我們留一顆加護珠下來就可以了 好 這邊隨便留一顆 好 那無鼠是可以無視的喔 所以這邊不用擔心 好 來 這邊帶走喔 來 接著二血 這邊我們開5條老師 然後轉數字23喔 就是水珠往右再往上一格 好 像我畫面上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 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 我們再開一次組合技 好 來 接著我們開領域展開 好 這邊就是全程交給5條老師輸出了 因為中間完全沒有人可以輸出 但是這個傷害是很足夠的 大家不用擔心 好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 好 接著來到第六關 好 第六關這邊的話 我們先開七海的技衣 好 然後我們開個5條老師 好 這樣一回合就30顆去了 好 來 接著第二回合我們一樣可以開個5條老師 好 這邊他暴風會回來 然後我們可以抓著七海的角色珠 這樣子把光珠稍微切一下 讓他變成5C 這樣才有一回合當兩回合在減的選項 好 接著第三回合 這邊 12顆如果你就是轉的到就轉 然後如果轉不到 那我們就把組合技再稍微吹一下 好 我劇本寫的第二回合也是開5條老師 第三回合再轉10顆 這個也是可以 總之就看你 因為開組合技的時間一定是拉的比較長啦 你要在那邊等天降等半天 好 那有消到60顆就是可以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的 好 來 接著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這邊的話有全新的泡沫珠子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開領域展開 好 先還原版面 好 來 接著我們開5條老師 好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我們一樣開5條老師 然後我們開丁奇野牆威喔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抓丁奇野牆威的角色珠 並且去轉到兩組木十字就可以了 好 好啦 那以上這邊是咒術的一趴大獎 5條老師過這個深海少女LV4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扶